上課偷吃東西 一直以來都是學生與老師之間的戰鬥 要如何上課偷吃東西 是一門藝術 Level 1 上課偷吃口香糖 上課嘴巴好想動 如果上Big Box又太大聲會想好吃 阿米 嘗一嘗 這個時候只好吃口香糖 Extra 因為很小顆 只需要趁老師不注意就可以直接吃 而且現在上課幾乎都要戴口罩 老師完全不會發現你在偷吃東西 成功 等等 你說我Level 1就在業配 欸 不是 那個 Level 2 上課偷喝飲料 上課有時候好渴 好想喝一口冰冰涼涼的飲料 但又怕被老師發現 這個時候只要事先準備樹根吸管 將吸管延伸 最後把吸管藏在袖子裡面 即使飲料放在地上 你還是可以摻著頭優雅的喝著飲料 成功 這個時候你還可以看著窗外說一兩句中二的話 啊 過完暑假就要勝國三了呢 果然夠中二 Level 3 上課偷吃布 有時候被老師叫起來念課文 屁股就會很想偷吃布 這個時候只需要穿一條合身的內褲或褲子 屁股就可以偷吃布了 成功 Level 5 上課偷吃零食 啊 上課好想吃零食 零食的優點就是每次只要一小口 零食整包又可以直接放抽屜 這麼容易 但為什麼它是Level 5呢 是因為上課有時候很安靜 零食咬下去的聲響太明顯 這樣很容易就會被老師發現 這個時候 只需要學網路像教大家如何偷吃魔鬼瞻一樣 製造更大的聲響 蓋過吃零食的聲響就好 啊 洪俊銘 你叫什麼 老師沒有 我剛剛是在對即將要學測的我精神喊話 嗯 很有相親心 很好 成功 Level 8 上課偷吃便當 大家都想要在第四節上課偷吃便當 這樣中午休息就可以多一點時間跑去打球 或者是玩社團 如何偷吃便當 只要把書放在桌上 就可以巧妙的遮擋便當 但根據座位以及講台的距離不同 老師視線的角度也不同 距離老師越近 你的書就必須越高 座位裡老師很近的同學 我推薦使用威力在哪裡 一來威力在哪裡 書很高 老師看不到便當 二來也可以趁老師在尋找威力在哪裡的同時 趕快吃完便當 成功 Level 10 上課偷吃慶生蛋糕 一般來說大家很常在上課的時候慶生吃蛋糕吧 偷吃慶生蛋糕最大的困難就是上面的蠟燭 在選完三個冤枉之前 蠟燭都不能吹息 而蠟燭的火光有時候太大 很容易引擎老師的注意 只要被老師發現 你可以假裝在做化學實驗 老師 碳酸鈣加熱會變成氧化鈣加二氧化碳了 嗯 很好 成功 Level 50 上課偷吃燒烤 學生們很常在上課的時候吃燒烤吧 但在上課偷吃燒烤 有時候會產生太多的煙 就會被老師發現 這個時候只要假裝有忍者在使用忍術就好了 怎麼多煙 誰要上課吃燒烤 老師不是 只有忍者在旁邊施展忍輸啦 喔 原來如此 欸 忍者 趕快用完喔 老師還要上課 好 成功 Level 100 上課偷吃麻辣鍋 吃麻辣鍋的時候 重口味真的很爽 上課吃麻辣鍋的難度 其實跟上課吃燒烤差不多 醃的問題也可以用忍者去解決 但為什麼偷吃麻辣鍋 它是Level 100呢 因為麻辣鍋吃完嘴巴都會超臭 卻被老師點起來講話 卻很容易被發現 是 陳正 嘴巴太臭了吧 你是不是上課偷吃麻辣鍋 有機會發生 而且嘴巴太臭也會被同學討厭 為了防止這種事情發生 你可以 呃 旁白 這太簡單了吧 只要戴口罩 我的壞口氣就不會被發現了 浩哥 住手 笨蛋 你戴著口罩 會讓吃完麻辣鍋的口臭 整個熏在口罩裡 飛死即傷啊 Level 150 世紀 好巨大 好遙遠啊 浩哥 這包Extra 你拿去吧 是Level 1的同學 吃完喝完重口味的食物或飲料 來兩粒Extra 可以消除口中殘餘的壞口氣 Extra 不但能夠解決身體上的壞口氣問題 也能幫助增進人際關係 只要有Extra 就可以馬上消除壞口氣 也不怕被同學討厭了 吃完喝完來兩粒Extra 爽吃重口味 擊敗壞口氣 浩哥 聽完業配台詞 繼續吃著麻辣鍋 這舉動你的眾人都轟瘦起來 就是內外充滿了快活的氣息 哈哈 吃完喝完來兩粒Extra 爽吃重口味 擊敗壞口氣 Level 1的同學